大家好 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孫雲喜 今天點題是美股狂瀉之後 講回港股情況 港股今天早段大幅低開 因為美股狂瀉 跌幅一度接近六八點 但其後跌幅逐漸收窄 午後只是三百點左右跌幅 收市前再收窄多一點 最後全日跌一百七十八點 收二萬四千三百零一點 成交就縮小一點 一千一百五十四億 今天市回軟主要是石油股 中海油跌比較多 加上匯豐跌 部分香港經濟股都是弱的 拖個洩下去 只不過有其他股份就頂住 包括有邦魏智 部分豪賭股都做好的 有些香港的收租地產 收租股都是有一點升幅 令市由低位接近六八點跌幅 收窄去跌178點而已 好了 說回整個市的形勢 今天的市都算是這樣的 跌178點 剛才所說的 美股狂瀉 狂瀉多少呢 狂瀉1869點 差不多7% 原因也是跟昨天節目也提過的原因有關 就是兩個夢 一個夢就是經濟復甦之夢 結束了 聯署局的說法 另一個就是疫情 疫情越來越令大家擔心 所以美股狂瀉 加上有些人的解釋就是 昨晚美國方面的示威行動 又有些新的發展 就是西亞圖方面 有些示威者霸佔了幾條街 那幾條街是無警察的 所謂No Corp Zone 無警察的地帶 特朗普又出來罵 說市長做得不好 州長做得不好 很軟弱 令人霸佔了這條街 快點清理 快點搞定 要不然我派軍 這也是其中一個人認為 美股昨晚狂瀉的原因 無論如何 美股狂瀉了1800 但整個形勢真的是差的 單體的跌幅 加上今天香港有的消息 也不太有利 美國裁長就說 港區港版國安法可能出措施對付香港 其中他提過 限制美國的資本 經香港流入 詳情未有 但若你提出來 嚇一嚇你 這樣的消息 加上美股狂跌 也對港股不利 但港股跌這麼少 也算是這樣 原因是什麼呢 可能是跟美國的期貨 亞洲價位的期貨 回升有關 低位一度反彈600點 對港股有些支持作用 令港股今天就算是這樣 你看陰陽足圖 竟然出現楊足 當然楊足也是跌的 無論如何 楊足也算是不幸中的小幸 無論如何 今天就算是這樣 但中長遠 或是從外圍形勢看 是轉弱了的樓 後市留意著 幾個重要的位置判斷 首先 為何說轉弱了呢 因為看幾樣東西 第一個就是看美國的債券 見到知識下來了 所謂避險的工具 重新受到市場追捧 美國債券 剛才檢查過 十年期的跌穿了0.7厘 之前一個抽獲上 現在跌下來 好似重新出現了跌勢 這是避險情緒升溫的其他訊號 第二個訊號 就是美匯指數 昨天節目也提過 要留意著的 因為他都迫近前浪底的支持 又超賣 即是超賣 RSI 可能是反彈的 結果昨天真的反彈 今天好像在高位增持著 如果反彈成勢 都是對港股的中長線不利的訊號 因為 經常說 美元都是一個避險的工具 因為資金當的風險慰勒 不可能就會湧進去 這就值得大家關注 當然更加要說的是 美股 昨天大跌了1800點 有很多 形勢如何呢 今天有些故障 看不到美股圖 聽聽我說 為由 因為昨天美股大跌 跌到低位 跌一跌 兩個重要的支持位 接著 臨尾發一點點 不至於一跌 跌 跌 兩個位 什麼位 一個就是 100天線 一個就是上升軌 無獨有 兩個位 都站在25,100點左右 昨天的100天線就是25,119點 上升軌 大概是這個位 接著 美股 道指 會不會再穿這個位 就是值得大家留意 就是這個其中一個位 第二個位 就是納子 納子 今晚會再續錯 也非常關鍵 因為昨天我節目也提過 如果納子昨天跌的話 就會出現黃昏之星 當然這個黃昏之星不算十分標準 因為之前 再之前那天的陽足就不是很漂亮 昨天的G1 十字星是OK的 昨天的大陰燭 也是OK的 無論如何 都是一個近似黃昏之星走勢 都是一般的 要看會今天再跌 就是第二個關鍵 第三個關鍵 當然要看恆生指數和國企指數走勢 先看國企指數 國企指數 列口下跌的 收市就叫做好一點 就是小羊竹仔 但是呢 他也是出現的情況 就是曾經跌穿五十天線 五十天線就關鍵了 現在是九千七百六十九點 穿過 後來就失而復得 五十天線成為重要的支持 如果後市再穿 就認真頭赤 要留意住 第二個留意住 就是恆生指數的 都是五十天線 因為昨天 今天 恆生指數走勢 真的是差的 昨天節目看過了 一個重要的支持位 就是上升列口 結果呢 基本上補回了 這個就是這裏的上升列口 今早一開 基本上就補回了 補回之後 幸好沒有進一步下跌 都很幸運 彈了一點上去 而且呢 五十天線都是 穿過一下 就彈了一點上去 現在五十天線也是成為重要的支持 這五十天線 大約是兩萬四千點左右 準確點是二四零一九 也正正是兩萬四千點心理關口的重要位 後市恆生指數重要的水平 都是兩萬四千點 下個星期一 看看美國今晚 能不能夠承接到 下亞洲股市的期貨的反彈衝上 如果衝不到 穿回 剛才提到的 兩萬五千一百點 這個重要關口 加上恆生指數下星期 又穿回 五十天線 兩萬四千點左右 那就認真 頭痕了 大家記住 看實這兩個位 好時間關係 講到這裏 都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的收看